黃毓民議員 主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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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的答案就是2015年 主席 第三,我們在公營和私營裡面會增加醫療設施的情況 譬如說公立醫院,我們已經告訴大家 我們在哪些醫院會有新的醫院起,會有哪些擴充的計劃 然後就算是私家醫院都會有擴充的計劃,有些新的醫院批出來,還有些新醫院計劃 所以這個所謂方程式要考慮這麼多的因素 所以我們就要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,局長,對不對? 你剛才所說的,每樣都有一個數量在這裡,對不對? 你要預計預計的方向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些,對不對?或者那個性質 但是我們希望會有些比較具體的資料可以看得到 另外就是關於醫保那裡,大家也知道,因為這個很大爭議性,對不對? 現在放在這裡,你什麼時候才搞定呢? 就是今年內提出具體建議,今年內是什麼時間呢?最快是... 2013年之內 我知道,那之內現在...大佬現在一半啊,就你... 就是年底之前啊 就是年底之前啊 對啦,我們成年底之前,具體的報告拿出來草論 因為這個呢,你一拿出來的時候,又等於又要公眾資訊 又要在這裡柴娃娃吵一輪,是不是? 因為這個...你... 這次的諮詢是具體方案 OK OK